辅台大人 我能猜一猜 你给于大人带来的 第二个喜讯是什么吗 我从你的眼神当中 就看出来了 你猜对了 我之所以能猜得出来 是因为辅台大人 从上面走了下来 赵先生 厉害 厉害 你猜出什么了 你就等着瞧吧 圣旨到 于成龙接旨 陈于成龙 恭迎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广西罗城之县于成龙 劫己爱民 任势恋达 除匪道 安乡礼 众民生 然立志 国家大忌 勘烈拙役 亲此 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于成龙 接旨 谢皇上 起来吧 于大人 你可是朝廷三年计划 我广西仅此一位的卓翼之县 不容易呀 我跟你说 你在罗城的政绩是真的 皇上赐你的卓翼也是真的 得 恭庆 于大人 傅台大人 于成龙何德何能 竟然获得如此高的荣誉 于大人 你不要过歉 这些年 确实很不容易 你淡泊名利 亲政爱民 操守清廉 敏感有为 能认识 敢担当 仅仅几年时间 就把这几十年 萧条破败民不聊生的 罗程治理至风生水起 四乡平安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德 这就是你的能 傅台大人 这一切都仰仗了 傅台大人的谈爱和哉 是你 是你自己 当之无愧 就是 先生这是给谁送的蜨呀 给你们的实性 于成龙 方诃柴人 将着意扁和 亲自送到我台湖里 这是成龙的荣耀 好 更是我们永宁书院的荣耀 眼下朝通正是用人之计 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好好为人 先去希望你们 各个都成为国家的动量之材 知道的 谢谢 上纸刀 草名于亭义 恭迎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广西罗承之县于成龙 劫己爱民 任势恋达 除匪道 安乡礼 众民生 兰立志 国家大计 堪列卓义 钦此 谢主龙恩 吾航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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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放回去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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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这怎么这么大烟呢 你山一山哪 这谁干的活这是 周先生干的 周先生你别山上的 你山下面 我山那是下的 周先生 玉兰呢 好 玉兰哄孩子睡觉呢 呛死我了 哎呀 怎么越山烟越大呀 呛死我了 哎呀 这是围观一生最高荣誉 我围观十一余年 我身边大大小小多少官员 连做梦都想获得皇上颁发的卓衣 赵先生 今天金光祖金大人带来的喜讯当中啊 我最高兴的是皇上法万老败 嗯 朝廷的耕明田行政啊 开始真正的落实 并且独处各道府州县 具体的落实耕明田 这样啊 皇上的恩泽 就能具体落实到与此有关的 每一户人家 落实耕明田好啊 玉兰 你给我大伙说说 这个落实耕明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啊 这是朝廷啊 给老百姓办的一件好事 我琢磨着 就是当今的朝廷 把前朝老百姓手中的土地 以政令的形式 归还给老百姓 承认哪 老百姓是土地的主人 拥有者 这样的话 老百姓耕田就积极了 也快乐 交税也高兴 再也不像以前 有什么圈地令 翻地案了 老爷 你不知道 今天的老百姓啊 可高兴了 好 说得好 给个罗伯 老伙 这个关键啊 这个耕明田可以 确定土地的归属权 这样子啊 就要避免了官匪勾结 因此舞弊 老百姓能够名正言顺 跟着有吉田了 徐大人 老爷 陆老婆 有酒啊 我去哪儿玩去啊 今天呢 是徐大人的大好日子 也是我们罗城的好日子 是是是 我们小妹啊 做了一些 木老人吃的米粉 我呢 弄了一坛老酒 你们公家人呢 一天到晚就吃萝卜青菜 今天呢 该换换口味了 对对 来 陆老婆 今天咱们啊 独醉不归 喝个锢 喝个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 这个耕明田新政落实了 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来 干杯 干杯 来 为师姐妹 当今皇上 已将熬拜法办 所以耕明田的新政 已经真正实施了 那三千亩藩田 已经耕明在你们姐妹名下 从今以后 这片土地 就归你们所有了 你们要好好耕种 赵章纳顺 是 是 是 这是 官府给你们下发的土地所属文书 谢谢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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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 你们不用谢我 你们应该感谢当今皇上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那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我 你 在我这家里 我喜欢你 我就要看你 对我 我喜欢你 对我 罗承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 谢谢 谢谢 罗承各族父老乡亲们 今天是我们罗承百姓的大喜之日 同时啊 也是我们罗承县衙 捕头雷翠亭和洛小妹 喜结莲礼的大喜之日 在这大喜之日里 我看着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啊 不仅想起了 我刚到罗承时候的情景 那个时候的罗承 一片黄芜 渺无人烟 匪到恶力横行 本官上任的第一天 就亲手写下了一副对联 宣在了大腾之上 头上有青天 做事要存天理 眼前是极地 存心与民共治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事实证明 今天的罗承 如果没有父老乡亲 并与本县同行协力共治 绝不会有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记得本官出报罗承 在命宣一线的时刻 是雷翠亭出手相救 在本官剿灭恶妃谢德昌的 关键时刻 是苗族的洛思姐 为了救本官 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父老乡亲们 我们罗承今天的幸福和安宁 来之不易 本官希望 乡亲们对这份幸福安宁 要加倍地珍重 加倍地珍惜 乡亲们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跳起来 恭喜 恭喜 谢谢玉大人 余成龙 微观清莲 爱您如子 能认识 敢担当 短短几年时间 将一个荒凉偏远 焰仗似虐 盗匪横行 民不聊生的罗承县 致力的风生水起 四乡平安 被朝廷据为卓裔 离开罗承之后 虞成龙先后升任 四川河州之州 湖北黄州府同志 在黄州同志任上 被朝廷第二次 据为卓裔 康熙十二年 发生三藩之乱 刚刚升任武昌之府的 于成龙 迅级率领部署 劲敌武昌 寿命料理 均需失误 逆贼吴三贵穷促来回 我士祖皇帝 念其书款投诚 寿之君旅 赐封王爵 蒙乐山河 然 吴三贵行经反叹 贝磊朝豢养之恩 逞一旦吃张之事 横行兄弟 涂炭生灵 天理难容 神人共愤 康亲王 吴才在 朕 命你为大将军 率师征头耿京忠 吴才 遵旨 定南将军西尔根 吴才在 廷南将军赖塔 吴才在 廷寇将军巴吐 吴才在 你们分别由江西 浙江 广东 兵分三路 尽脚福建 奴才遵旨 阵南将军尼亚汉 吴才在 都统朱满 吴才在 巴尔布 吴才在 你们由武昌 进取越州 长沙 直入广西 吴才遵旨 安息将军赫业 吴才在 副将军胡礼布 吴才在 西安将军瓦尔喀 吴才在 你们由汉州 进取四川 吴才遵旨 吴才遵旨 山东 河南 江南 耀帝住房 奴才遵旨 杨威将军阿密达 奴才在 帅师会同 江宁将军 俄处 住房江宁 安庆 沿江险耀 奴才遵旨 诸位成功 我大清 立国不久 万年根基 在此一役 朕 等你们的捷报 你们记住 朕的天下 也是你们的天下 待你们凯旋而归 朕 亲自为你们封赏 谢皇上 下官于成龙 拜见府台大人 于大人请起 请起请起 谢大人 恭贺于大人 荣升武昌之府啊 下官能够 出任武昌之府 承蒙府台大人的 厚爱和栽培 成龙自知财书学浅 唯恐辜负 府台大人的厚望 于大人不必过谦啊 当年金光祖 金大人就多次 褒奖于你 说你是难得的 能臣哪 大人过假 今日新官上任 本巡抚 就有重任委托移民 府台大人请讲 你来看 武昌府 居我国之中心位置 东城海域 西街巴蜀 北望中原 南街萧乡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最近三藩乱军 进军湖南 已攻陷越州长沙等地 局势十分严峻的 为确保 我过江大军顺利渡江 本巡抚先命令你 率领部署 征集乡民 前往咸林一带建造桥梁 军情紧急 不得延误啊 下官遵命 即可在部署 前往咸林 好 于大人你来看 武昌府 所下之浦齐 家瑜 通城 重阳 还有大爷 江夏 贤林等县 由于战乱 巷命流失十分严重 而且通匪横行啊 这次你去贤林 除了建造桥梁 恐怕还要面对 一个大难题 什么难题 在贤林一带 又有一个通匪 匪首名字叫刘军福 你到达贤林之后 先要进行剿辅 不过呢 对于这股土匪 你可以相宜处置 这股土匪 能辅 则辅之 不能辅 坚决较之 下官明白 军情急迫 你立刻准备出发吧 是 付太大了 对于这股仁 直接走 上 出手 颂 下官 maker 上 入口 立刻 将军 来 冷静点 主要是这个位置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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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看这儿 这个我也知道 余大人 咸宁知县 王廖拜见余大人 好 王大人不必多礼 本知府奉命前来造桥 需要你的帮助 余大人不用客气 这也是下官分内之事 请余大人吩咐便是 王大人 快来 余大 这就是我们要造的桥梁 按照这张图纸啊 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座桥造好 所以 需要大量的容力和材料的供应 为了保证康亲王的大军 能够顺利地通过 所以我们 一点都延误不得了 我这里首先需要你 帮我凑集大量的民工 好 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请余大人尽可放心 好 还有一件事想请教王大人 大人请直言 我想打听一下 这个刘军福 刘军福 他跟一般的土匪可不一样 他读过书 还中过明朝崇祯仁武年的秀才 可以说得上是文韬武略 被推为齐皇四十八寨的盟主 据说 吴三桂对此人 也是赞赏有加 那刘军福 现在他有多少人吗 没有十万 也有八万了 如今 盘踞在东山豹子里一带 如果刘军福 被吴三桂所招牢 那他就变成了吴三桂强大的后援力量 对我军平定三番 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把桥建好 还要尽量地断出吴三桂的念头 绝对不能让他们连手 看来 还是由我亲自到报子里 去会会这个刘军福 李大人 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去办过 我深知江湖道上的规矩 该怎么和他打交道呢 我心中有数 好 彩婷 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办 尽量地了结清楚 刘军福是个怎么样的人 有个可能的话 能争取他和我建议 明白了 大人 好 王大人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好 于大人 那我就先召集村民 先干上 好 于大人 告辞 蔡廷 是 帅 我心宽 你不一定是 因为是 对 是 你不认为 到备来 你不认为 不见不显 耳内自行也 启禀战主 外面有个叫雷翠廷的人 想求见你 雷翠廷 大哥 这雷翠廷又是什么人啊 我倒知晓 广西有一个 威震四方的人叫雷翠廷 他可是个英雄好汉 快 把他给我请上来 是 雷翠廷 雷大侠请 刘斋主 雷大侠到了 雷翠廷 见过刘斋主 你就是叱咤风吟 威震广西的雷翠廷雷大侠 不敢不敢 刘斋主夸奖了 今日雷翠廷有幸 来到刘斋主的地界 特来拜个码头 特来拜个码头 想与刘斋主 交个朋友 雷大侠抬举了 好 今日得以与大侠一见 是我刘军服之幸事 更何况 雷大侠亲临寒舍 寒舍 彭壁生辉 提我 在 有鹏自远方来 上好酒 是 雷大侠 初次相见 蒙留寨主信任 如此慎勤 雷翠廷 依旧威胁 果然是英雄气概 来 请 刘斋主 不仅豪气甘云 酒量也如此了能啊 雷大侠 也是酒量过人 来 再干 来 干 干 让我做 这些 物色上这个距离有多远 好好好 量一量 好 接着 三丈 这 好 这好 三丈 我告诉你 在下两个手 中间这几个柱子 一定要出 这是关键的几个数字 来 看来谁 爽快 很久没有这样喝酒了 来 慢 雷大侠 你的家乡远在广西 不知你来我这湖北地界上 有何归干 刘兄如此直爽 那我就直言了 卿家 我现在在武昌衙门当捕头 捕头 捕头 好你个捕头 他说他是个捕头 你就是刚到武昌上任的知府 人称于卿天 于成龙的捕头 正是 他哪儿 天武 修得无礼 今天那酒喝得有意思 雷大侠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从广西的一个匪首 成了现如今朝廷的一个补刀 刘兄 像你我之辈 那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 今天能坐在这儿 真可谓九死一生啊 这件事情 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 我也是卑鄙无奈 才带着兄弟们上了山 劫富济贫 可后来也是巧了 我 于大人 到罗城去认之前 在路上 被我劫了他的道 抢了他的银梁 劫了他的官服官冒 刘兄 按大清的利率 这可是要掉脑袋 株连九族的重罪啊 可是于大人 他不仅没有砍我的脑袋 还赦免了我的死罪 这么些年 于大人把我带到他的身边 做他的捕头 于大人为一贯 亲政联民 爱民如子 像大人这样的官员 那可真是爱心的福分哪 于大人的美名 不用你说 我刘军复也略知以二 但我只想问你 难道朝廷 对你和你的兄弟 还有你的家人 真的宽大了吗 军复兄 如果朝廷和于大人 他们为难了我 那我今天 还怎能和刘兄再次饮酒 我跟随于大人走南传北 我不仅当了捕头 于大人还作媒 给我娶了老婆 这么多年来 跟着于大人 杀盗贼 不贪官 我才真正学会 怎样做一个好人 好人 试问天下的百姓 谁不想做个好人 可是现如今 官宽荡道 贪官无力 鱼肉百姓 我等还如何做个好人 好人难做 刘兄 刘兄 时辰不早了 我还得回去当差 下次再和军复兄再续 兄弟就先告辞了 来 雷大侠 留步 军复兄还有何事 今日 与雷兄弟痛饮 我刘军复好生痛快 久逢至极 希望日后 能有机会 亲临于大人的面前 拜会于大人 军复兄要有此意 那我现在就回去 禀告于大人 万事随缘最好 告辞 大人 我回来了 见到刘军复了吗 见到了 一切都很好 刘军复都同意跟您见面了 太好了 雷大侠出马 马到成功 记手之劳 大人夸子 你先歇会儿 让我来吧 来 来 来 看一看了啊 看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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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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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里面请 来 请 要得清廉分数足 唯有于公石康舟 想必这位就是于卿天 于大人吧 正是本官 你就是刘军复 刘军复见过大人 久闻刘寨主 一搏云天 替天行道的威靡 今日一见 果然仪表堂堂 气不凡啊 可 于大人太过于抬举了 于大人更是爱民如子 客气奉公 把一个不毛之地的罗程 改造成繁华市景 还得以卓裔的美名 君服如雷贯耳 今日得以一见 真是三生有幸 雷大侠 这位定是于大人儿时的玩伴 柳晋阳柳先生 正是 在下佩服你的忠感一旦 那这最后一位 就是器官跟随于大人多年的 周睿和周先生 刘寨主好 在下佩服你的忠坚斥诚之心 好你个刘寨主 你把本官 插了个底儿朝天 岂敢其敢去大人 在下只是佩服 各位的才干和忠诚而起 好 请坐 请 请用茶 处事不必邀功 以吴过为功 与人不求感德 以吴怨为德 于大人的品格至高至上 令君服敬佩得五体斗地 但不知于大人今天召见君服前来 又何刺交 连本官做人的警言都知晓 刘寨主 真可算得上我余成龙的知己了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刘寨主的情况 本官已经了解 虽然落草为寇 手上却没有沾染血债 这一点本官甚是新闻 您错了 于大人 不是没有血债 而是不欠好人的血债 西汉丞相于郡 被王莽被迫任职 于郡誓死不送 自尽的时候说 我乃汉人 愿为汉鬼 但不能是汉贼 虽说清兵入关做了朝廷 我还真不恨 巡服要是恨 也只恨那汉贼乌三桂罢了 现如今的朝廷 还算体恤民情 变通了前朝的立法律令 减轻了百姓的赋税之苦 重用汉人有志之势 这样的朝廷算是好的朝廷 刘军府岂能昏庸 而那些打家劫舍 杀父继贫之事 都是些小贼小寇所为 我刘军府不但不会 做这种事情 在这闲宁 我刘军府也绝不允许 他人干这种告当 好 刘寨主能有如此见识 本官佩服 刘寨主虽然没有劣迹 但是在本官的管辖之内 绝不允许有任何聚集人马 姿势的存在 这也是本官从政的原则 本官希望刘寨主回寨以后 能够解散齐皇四十八寨所有人马 永不聚集 确保我贤宁一方的安宁 如若不然 我八七君的威名 刘寨主不会没听说过吧 吁大人 我齐皇四十八寨 虽然推举我为盟主 但不是我一个人受了算 更何况这种 弃谢投诚 谢贾归田的大事 我得回去跟其他债主 共同商议 实不相瞒于大人 君府老弟有个夙愿 如果我的人马归顺了朝廷 于大人必须保证 朝廷绝不能做那种秋后算账 伤及我兄弟性命之事 更不能重蹈宋江之城 倘若朝廷誓言 那我六君府可是欠了 齐皇四十八寨十万兄弟的 是硬额血差 好 好个大仁大义的刘君府 本官答应你 本官回去马上上奏朝廷 请求皇上赦免齐皇四十八寨 以往的罪责积云不求 大人 军府带我的兄弟谢过大人 我马上回山寨 与众家兄弟商议此事 好 本官等候留寨主的消息 放心大人 刻不容缓 那军府就先行告退了 留寨主请慢点 竹笋才生黄独角 虽怯出城小儿泉 士群野菜和香饭 便是黄舟二月天 对屋的茶钱 好的 慢走啊客官 愿鹤立将军此番出征 能一举荡平贼寇 待大军得胜收兵之时 朝真定在此 恭迎将军凯旋归来呀 量那吴三桂 也难党我八旗神勇进来 鹤笛归来之时 鹤立当与府台大人开怀畅 依罪放下 到时朝真定在此城楼 恭易营将军 康亲王杰叔已驾领荆州督战 张府太 贤宁的渡桥造好了吗 那可是我的必经之路啊 请将军放心 我已派武昌之府殷成龙 前往贤宁监都造桥 一定能保证将军的大军顺利过枪 凌桥 如果您认识之后 客人就在那分钟 座了 与同 Bullet